恩典365 365天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在尼西米吉的最后几天 我要和你来分享一个 以色列人当时他们面对神的恩典 谢谢主他们有一个很棒的态度 以至于当时他们的确亡国 但是在两千多年之后 神在人类历史上行了一个 极不可思议的 大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神迹 就是一个已经灭亡将近两千五百年的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这个民族已经亡国了这么久 这个民族还在 不但还在 而且还可以复国两千五百多年 这是多特别的一件事 而这一件事情的背后 以色列人有一个对的态度 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亡国了 但他们来到神的面前 第一这几天我们分享到说 他们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来 他们跟神说 主啊我们所遭遇的这些 我们带到你的面前 我们无能为力 但是你是有力有能的神 除非你不管我们 主啊管我们吧 他们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 第二他们有一个对的态度 他们承认是我不对 我遇到这些事情不是你不公平 不是你对我不好 不是你做错了什么 不是你说话不算数 是我 是我说话不算数 是我跟你立约了之后 我没有办法守约 是我恶毒 是我做得不好 他承认自己的问题 然后第三个部分 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 我觉得以色列人很有意思 他们真的像一个孩子 他们在面对一个爱他们的爸爸 他们打悲情牌 你知道吗 他们陈述他们的苦情 他们跟神说 我们现在做了奴隶了耶 你知道吗 我们做了奴隶了 你所赐给我们列祖的 给我们列祖的那个美好的 那个美地 迦南美地 还有那个上面那些美物 那些很好的地 那上面很好的那些出产 是你要给我们的 可是现在我们竟然在这块美地上 做了别人的奴隶 这个被别人抢去了 你不管哦 你看他们在打一个悲情牌 成说 主啊我需要你的恩典 我需要你的恩典 我需要你的恩典 弟兄姊妹 真的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承认我的问题 承认我的软弱 然后跟神说 我需要你 我求你帮助我们 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你知道以色列人在跟神说什么吗 他在跟神说 神啊我们承认我们错了吗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跟你求一件事 你给我们的美地 现在被别人抢走了 你帮我们抢回来好不好 你帮我们赎回来好不好 你帮我们赢回来好不好 这个祷告是蒙神垂听的祷告 因为即便隔了两千多年之后 神真的行了一个极大的神迹 神竟然1948年 让这个已经亡国了两千多年的国家 竟然复国了 也许时间拖得很长 至少从以色列人来看 他们觉得时间过得很长 可是神时候到了 祂真的成就了 不论你再发生些什么事 我也求主今天对你说 把你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 承认自己的问题 并且紧紧地抓住神说 主啊你是爱我的神 求你垂听我的祷告 愿主祝福你 以色列的神也是你的神 恩待以色列的神 也一样恩待你 奉主的命祝福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